花蓮市南市阿美族成年礼要在7月份举办 为了迎接这个重要日子 施工所特别开办 南市阿美勇士大雨冠制作演习课程 期盼在成年礼当天 让通过考验的孩子能够带向家人亲手逢侍的大雨冠 学员们拿着大雨冠的制作材料 一针一线慢慢的将雏形呈现出来 虽然制作过程相当繁杂也不容易 但还是吸引到不少家长及长辈们前来 就是希望能亲自为今年要参加成年礼的孩子 亲手逢侍象征荣耀的勇士大雨冠 做给孙子的 为什么想要自己做 为什么要自己做 才有纪念性 对 可是他说这个是爸爸跟阿嬷共同做的纪念品 他是成年礼的礼物 有的一些小朋友就是年龄到了 他要参加成年礼 所以必须要有这个东西 所以每七年第八年都会制作这个大雨冠 花蓮市南市阿美族 每八年办理一次的成年礼 将在7月16号登场 为了迎接这重要的日子 施工所特地开办南市阿美勇士大雨冠 制作研习课程 而市长威嘉贤及多位议员 也都到场为学员们加油 那我们在今年也将举办花蓮市的一个部落成年礼 那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青年朋友 一起来参加相关的一个成年礼 那也可以对部落的认同之外 也对自己的肯定 那我们更希望很多的年轻朋友 虽然因为念书的关系到外地去打拼 那如果有机会回到我们家乡的时候 也可以把外地的一些经验 把它带回来我们自己的故乡里面 跟部落做相关的结合跟融合 那我们在成年礼的部分 那今天也要谢谢我们施老师 特别把大雨冠教学的部分 来教我们所有部落的长辈 那期盼未来更多的青年朋友们 正同部落 爱上部落也能够持续为部落继续服务 过程中传统公益老师施玉英 也特别赠送勇士大雨冠给市长作为纪念 而市长维嘉贤除了表达感谢之外 也表示大雨冠有其象征意义 因此将会与原型客研讨将大雨冠设计成伴手礼 致证给国外姐妹式的朋友 借此让他们认识到台湾原住民族中阿美族的文化特色 记者徐立琴 华联士报导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